在一個貧困的小鎮裡 住著兩個侏儒 他們兩個身高差不多 其中一個是盲人 然後他們兩個人的生活快過下去了 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馬戲團的通知 這個馬戲團要應徵侏儒 旁邊有附註說要越矮錄取率越高 沒想到隔天蝦子侏儒就死在家裡面 而且他市場旁邊有一堆墓穴 請問你這個蝦子侏儒怎麼死的 是被另一個侏儒殺死了 是那個蝦子侏儒想要成全另一個侏儒 所以是殺了嗎 是他在準備排驗徵選的時候 被人死掉了 蝦子是矮的嗎 兩個都差不多矮不知道誰高誰矮 木屑很重要嗎 重要 兩老鼠的沒有木屑嗎 是把樹皮削下來的沒有木屑嗎 是他殺嗎 他是有意自殺還是被人死 有意自殺的 他吸木屑 看他是 他的另一個朋友故意灑木屑在他旁邊 然後讓他出來 所以他自殺 為什麼 為什麼木屑 會讓他走不出來 那個自殺的是蝦子 然後他發現一個木頭 然後他想要把他殺掉 因為那個木頭比較白 所以他就 砍那個木頭 然後木屑就蹲下來 我聽不懂可是是否 什麼 可是他沒有 喔 喔 原本他們會拿 類似一個木頭 車廂身高 然後這個另一個人偷偷把那個鋸掉 然後讓他以為他站高了 所以沒辦法去馬戲團他就自殺了 算你對 我自己講答案喔 來答案就是 另一位侏儒就是偷偷跑到 蝦子侏儒他們家 半夜的時候 他們不住一起啊 他們沒有住一起 對 沒有住一起 他們知道的 他們知道 他就是把家裡的所有家具 全部都鋸短 桌子變矮 椅子變矮 他們家的木頭座全部鋸矮 所以那個蝦子侏儒 早上起來之後發現 家具變矮了 他就以為自己長高了 他覺得他會失去這份工作 所以就自殺了 有不要自殺 你很絕望 呵呵 好 掰掰 我現在把牌盒拍桌上 我不會再動到他了 來 隨便搶一張牌 好 我搶好了 告訴我 什麼牌 黑桃巴 肉侵肉失敗的臉 看好 黑桃巴 鏡頭轉向 我把它倒出來 好 拍 有沒有兩張牌翻過來 有沒有 沒有喔 喔 有 有 有 看到了 幫我把反過來那個抽出來 幹 怎麼可能 好 來 跳動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很相信 自己轉開 屁啊 日差しを さえ聞いてくれる このレビのトンネルを歩いた このまま ずっとここにようかな 夏に負けそうな 僕と君だ 春と...